廣州真是可憐 在過去的冬節12月21日 廣州多個地區 包括廣州市的越秀區 荔灣區等等 凌晨時分突然沒有預警停電 有些地區停電的時間不太久 幾分鐘恢復電力供應 但亦有些地區停電持續了幾十分鐘 一直到凌晨1時半才能全面恢復電力供應 整個廣州可以說沒有電力供應最長的時間 差不多有兩小時 當地市民說家裡沒有電用 連街燈都關掉 整個城市嚇嚇 廣州這次大面積感停電 令不少人聯想近日全國多個省份 相繼都說有限制電力供應使用的消息 因為近日浙江湖南部份地區 都有傳出過這些消息 所以大家特別關注供電的情況 廣州市供電局在官方微博表示 今次的停電和限制電量是無關的 停電只不過是因為設備產生故障 緊急搶收後 在凌晨1時半左右已經恢復供電 為了安大家的心 當局還表明廣州電網目前運行穩定 電力供應平衡 沒有負荷缺口 不會拉閘限電 大家有這樣的猜測 由於國家法改會曾經在星期四 即是12月17日說過的 工業生產高速增長和低溫寒流加上互相影響下 令電力需求超過預期高速增長 事實上近日浙江湖南部份地區 都真的相繼傳出限電的消息 法改委說已經指到山西 陝西 萊蒙等煤炭主產區 和重點的煤炭企業 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 科學合理地組織生產 同時亦會及時協調解決電煤運送的能力 切實保障電力的需求 大家千萬不要看看停電的影響 試想想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有哪些東西可以開電力供應的 不少廣州的網民都將停電這件事的慘況 一有電後鋪上網 有些網民說停電停水那一刻 很多人真的洗澡洗澡洗澡一本 全身塗洗澡不洗澡也不行 還有在玩遊戲的那些玩不下去 小事吧 在做事的那些文件存了一半 報了 你也當小事吧 但是回家因為做得夜加班 乘搭乘電梯不上不下 你說多慘 還有一些網民說因為水泵和手機發射站都斷電 令到生活用水和手機網絡全部都受到影響 特區政府先前為了我們的年輕人和香港企業家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 大篇幅地說及大灣區的發展有多好 不知道現在正在心動想回到大灣區的年輕人和企業 會不會因為這次的停電和限制電量的使用計劃傳聞 所有的問題有那麼多卻佈或需要 再考慮清楚一點點才是否去大灣區發展 雖然大家也會對香港電燈和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這兩間電力供應公司有點怨言 特別是在電費方面 但是說句公道說話 在電力穩定的供應方面 他們算是做得不錯的 對上一次大規模和廣泛的停電都到了1971年 當年香港受到一個超強的颱風 叫做路斯的吹閘 在1971年8月16日的黃昏島 大約是5點至6點期間 那時掛10號風球 一塊大鐵片被颱風吹到觀塘進業里 變電站的母線上 造成高壓電艦短腦 中斷了九龍和新街廣泛地區的電力供應 結果就造成了持續了幾天 不是一天 是幾天的停電情況 因為電力突然間中斷 是突然間沒有預告的 很多人就找電力 照明系統失效 令到很多人去買蠟燭賣到斷了 不過題外說 其實停電的時候 最好不要用這種十幾世紀前的照明方法 蠟燭雖然很漂亮 但很容易被翻倒造成火災 而且根本蠟燭沒有辦法提供強剛 幸好那次醫院因為有後備發電設備 不至於在做手術的病人 因為停電而導致沒有命 有計劃的停電好一點 廠家和市民都可以有預備 可以安排一些後備發電機 電筒等等 不過意外停電真的很容易引發致命的效果 正如剛剛所說 例如醫院的手術室 還有航空管制系統 大家離不開的電腦 電腦伺服器 升降機 工廠那種流水式的生產線等等 效果真的可以很不堪設想 還有停電後突然恢復輸送電力 亦可以產生意外 損壞電器 有一個小小的提示可以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不幸運停電的話 我們應該盡量拔掉電的插頭 這樣就可以預防電力恢復時 電壓忽然波動而造成產品的損害 不過大家起碼要開一盞燈 讓它開著 這樣才會知道電力何時才恢復供應 不說你可能沒有留意 停電都可以導致停水 因為水泵都要電力 我們很可能沒有安全的飲用水來源 所以最好穩陣起見 每人每日起碼準備一加侖的水 以備不時之需 如果你有飼養寵物的話 都應該為他們準備相應的水 希望這些小貼士我們永遠都用不著 不過始終都是那句 居安施危 永遠都是常賊 大家怎能猜到 我們大躍進已經崛起的祖國 都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哇